梅根、马克尔和哈利王子的恋情于2016年底曝光,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自那时以来,梅根一直以人道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自居,为自己的名字增添了这两个绰号。 然而,在这对夫妇重新启动新网站之后,梅根的个人兴趣也开始得到关注。 似乎她正在寻求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光芒。 在她以美国里为埃拉果园的名字建立的新公司中,她将销售从勺子和书法笔到狗床和喂鸟器的各种商品,甚至包括坚果酱和果酱。 事实上,当人们浏览梅根可能销售的完整商品清单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家新公司意味着梅根集团的崛起。 据美媒报道,她可能销售的商品范围非常多,从园艺叉子和灯串,品牌手提袋,毯子,垫子,瑜伽垫,到沙沙酱,香料,酸辣酱和狗领。 其他销售的物品包括餐具,醒酒器,茶杯,咖啡杯,餐具,火柴盒架,以及各种文具和烹饪书籍。 这个被称为TIG2.0的项目,似乎确实揭续了她以前的博客The TIG的地位,并希望与统治这一领域的美国亿万富翁、烹饪、手工艺和园艺大师马莎·斯图尔特竞争。 然而,尽管梅根创建的影响力品牌The TIG充满了活泼的单身女孩氛围,充满了异国情调的迷你假期、桃红葡萄酒和高跟鞋的下午,但她的新项目更加偏向成为妈妈版本。 据悉,梅根的亲密朋友特里·伍德参与了内容拍摄。 特里曾制作过奥普拉特别节目和梅根的原型播客。 这个店铺最初将展示梅根的烹饪和娱乐。 首个上线的内容将是提供一些食谱的视频。 此外,美国里维埃拉果园还将销售一些有限的商品,其中咖啡杯和果酱将首先推出。 关于食物,梅根擅长的菜品包括烤鸡的食谱、西葫芦意大利面酱和简单的烤鱼炸玉米饼。 此外,梅根也是加州热门食品阿物吐司的粉丝,她形容这种吐司为滋养灵魂,上面撒上一些羊乳酪、辣椒片和意大利辣椒。 据称,这个新公司的口号是提升和精心策划,该网站将提供超豪华的家居体验。 梅根在她蒙特西托豪宅中的生活方式将成为她新项目的重点。 通过观看网站上的视频,普通人将有机会购买昂贵的奶油咖啡杯,并梦想自己也嫁给了王子,住在一栋拥有16个浴室的海景住宅中。 不仅会有梅根认可的吹剧,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Netflix还将制作一档由她呈现的完整烹饪节目。 据悉,梅根将通过她的食谱讲述她的生活故事,这对于像她这样的女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前景。 她的家人和名人朋友也有可能在节目中露面。 好莱坞消息人士表示,梅根在这次冒险中受到了三位关键女性的启发,雷切尔、杰克逊、克利斯、泰根和卡米拉、阿尔维斯。 杰克逊是一位百万富翁企业家,最初是一名化妆师,后来通过经营一家销售素颜化妆品的企业。 她的商业成功非常出色。 歌手约翰,传奇的妻子泰根和演员马修,麦康纳的妻子阿尔维斯都写过畅销食谱,并推出了自己的视频生活方式内容,赢得了一些好评。 有趣的是,梅根哈里的李维埃拉果园总部位于特拉华州,与这对夫妇的其他公司一样。 该公司的邮寄地址是梅根在洛杉矶的律师李克·吉诺的办公室所在地。 这意味着梅根和哈里在阿彻维尔基金的共同慈善和商业利益与这个独立企业之间存在明确的界限。 纽约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拉开一些桌布和杯垫的帷幕真是一个无耻的机会主义时刻。 人们期待梅根能从她的新事业中快速赚到数百万美金。 无论如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谁是对的。 不得不说,梅根近期再次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她不仅推出了新公司,还大搞产品销售。 而且,她的朋友们也纷纷支持她的努力,这让她们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另外的一则爆料是,真相真挖布的,越挖越狗血,罗斯出轨威廉, 大家都想看看罗斯的丈夫侯爵蒙德利·大卫萨维奇的反应, 毕竟水头上有片青青草原,也是太沉重了。 结果却被狗仔有了大大的发现,罗斯的丈夫蒙德利·侯爵大卫萨维奇竟然还有这嗜好, 原来他早就去法国去找他的男友双宿双飞,同居去了。 真意外啊,难怪罗斯会抛弃帅气多金的丈夫,原来人家喜欢男人, 这英国上流社会玩的花呀。 更让我们国人破防的是,这蒙德利侯爵家族是靠鸦片战争中掠夺中国的财富才发家支付的。 前几天,一个名员曾经去拜访他们的庄园的时候说, 他们有一个房间谢绝参观,里面装满了从我国劫略去的的古代的金银财宝, 闻完骨气。他的祖辈曾经和杀逊家族一起到中国捞金, 家中藏有不少咱们的宝贝。杀逊家族靠着奴隶和掠夺殖民地, 在幕后赚了不少钱。晚清时期,大量鸦片被输入到中国, 荼毒了几代人。其实从罗斯和戴卫萨维奇在古堡里拍的写真照, 就可以看到中国闻完在他们家无处不在。 有金茜玉的屏风,有戴帽制作的古代家具, 有青铜契合绝美的瓷器装饰,把屋子装饰的富丽堂皇又颇具品味。 这个豪宅还是英国古老遗产之一,价值连城, 看起来甚至比唐顿庄园还要豪华,好多部经典电影都是在这个庄园取景, 比如《理智与情感》,而戴卫萨维奇也是多部文艺片的投资者, 成就也很高。威廉盛传的情人罗斯, 他现在的婚姻本身就是纸醉金迷的贵族阶级联姻。 看下他日常的分享,是真正的奢华派。 住在庄园,有油画师为他画像,香槟派对,珠宝礼服,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可能,当初就是因为罗斯身上那种神秘慵懒的独特气质, 吸引了这位多精帅气的侯爵大卫萨维奇。 要知道,大卫萨维奇情史丰富, 他的恋人都飞时中物,著名影星阿加妮就曾经和他相恋多年。 只是不知道现在的他受了什么刺激,会喜欢上同性恋人。 这可能也是导致罗斯独守空房,寂寞难耐而出轨的原因, 当然这也不是出轨的理由。 其实从外貌和多精程度, 大卫萨维奇要优于威廉, 大卫头发浓密,一股优于老前锋, 善于投资又多精,唯一比不了的就是年龄, 他65岁,而威廉才40多岁正当年。 他和罗斯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按理来说,又多精,两个人样貌般配, 又有好几个孩子,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 万不成想,双双卷进了出轨的丑闻漩涡里, 但愿不是真的吧,这两个家庭简直是太完美了。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自从凯特闭门不出,专心养病之后, 谣言四起,很多人都说王室不作为, 如果让凯特亮亮相,一切都将不攻自破, 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凯特出来走两步这件事, 轻而易举,明明就是很难的事情啊。 别说他一个病人,就算普通女生, 出镜拍照也不简单呀, 要洗头,吹风,化全装,挑衣服配首饰, 没有俩钟头都搞不定, 你让一个需要两个菲律宾女护士随身照顾的病人, 精神抖擞的配合搞几个钟头拍照, 甚至还要拍视频,是不是太强烈所难了? 当然你要是说,老娘一年四季都素面朝天, 拿件衣服就出门,那算我没说, 您厉害您有理。 从3月4号的偷拍照片上看, 凯特的脸还是明显浮肿,苍白,脸都方了, 你说你出来走两步,换作你你愿意吗? 很显然,追求完美的凯特, 不愿意让大家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爱气心切的威廉, 罕见地动用了自己的力量, 震慑住了英所有的媒体, 屏蔽了这张照片。 而且我相信,即使凯特屈服于舆论真的出来逛逛, 又会有大明白,接着奏乐接着舞, 浮肿,肾不好,苍白, 明明就是肝有事, 表情严肃, 说不定刚刚吃了镇静药。 可以预期的是, 如果尚未痊愈的凯特真的露面, 不但不能平息猜测, 反而会因为他的不完美出境, 而造成更多的混乱。 不过很可惜,作为王楚飞, 也许他连一个安心养病的愿望也很难实现。 这些天,连农村老狱都想象不出的谣言, 在网络中却广为流传, 极少有人愿意简单分析一下, 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说, 有没有一点点的逻辑, 能不能站住脚。 特别是为了流量, 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也纷纷下场, 那些离奇故事, 在大V中被煞有介事的津津乐道, 让我很吃惊。 一个百万粉丝的大V, 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 人早就没了, 有网友劝他不要没有证据地瞎说, 他却很地痞地挑衅道, 威廉会过来砍我是吗? 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有的人因为网络暴力而抑郁甚至轻生, 当一个人面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 却无力改变的时候, 真的会很崩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